宿舍房门突然听见诡异声 声音是从门外传来 屋内的学生还以为听错 结果没多久后这声音又来了 很明确可以看到门把在转动 甚至还有撞门声 这诡异场景就发生在 17号晚上的8点多 国立政治大学的男生宿舍 学生群组私下讨论 发现临近寝室陆续都有人 房内东西遭窃 甚至吓得办离宿手续 但是欧报警警察说走廊没监视器 学生当下也没开门看是谁 办案困难下回再遇到 记得先问对方是谁 让学生们一头雾水 原正常人怎么会撞房门 无奈想要自办科男 我只有听广播 就是说最近那个 请示就是宿舍人比较少 然后外出的时候要进的话 有时候这里就会有一些奇怪 学校不只广播还发email给宿舍学生 要大家外出或睡觉时间记得锁好门 维护安全 大学校园惊喘有宿舍门被撞 甚至发生了连续的窃案 我们实际成为现场呢 这个宿舍的侧门是需要有门金卡 才能进出 而就在对接不到20公尺的距离 其实就是侠区派出所 只是派出所就在学校对面 校园里头三番两次 有陌生人进出 屡屡报警似乎没看到作用 学生也形以为常 加上这回陌生人撞门 甚至连续窃盗 派出所说没件事起 两手一摊找不到人 本该是学生休息放松的宿舍 都得要大家绷紧神经 活在恐惧之中 TVS新闻产品群舞新宴 台北市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